前臺北市長柯文哲任內的公辦都更社宅 大龍新城四年前完工 不過漏水的狀況卻是頻傳 讓居民不斷報修 臺北市議員陳怡君更指出 住戶最近收到市府的公文 要住戶分攤大約兩百五十五萬的修繕 工程費用 讓居民無法接受 臺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會請局處持續跟管委會討論 無奈苦笑 住戶只能自製接水工具 因為千窗百孔窗框一修再修 一下雨還是漏水 五零四年多 卻已經長出臂癌 外牆更出現機水柱 而且大樓還有可怕 風且深 這裡是位於臺北市大同區 市長柯文哲任內 後資十四億打造的公辦都跟社宅大龍新城 但民眾入住後問題不斷 去年還因頂樓淹水造成電梯大故障 而且近期午後雷震雨 大樓屋角 更接連被雷擊 導致磁磚薄落 住戶質疑 避雷針根本沒用 報修更是不堪其擾 然而最近又收到北市府公文 指出相關修繕的優化工程所需 經費約兩百五十五萬元 需要管委會分攤費用 讓居民無法接受 現在也修不好 還叫我們要我們付錢 很奇怪 很不合理的事情 蔣萬安真的不應該讓這些住戶 再花任何的一毛錢 你們沒有一個好的房子還給民眾 現在卻要民眾付兩百五十五萬的 修繕費用 這簡直是吃人夠夠 對於新增設施的整體優化 我想這個部分相關費用 上述也會持續跟管委會來討論 對紫北市府強調維修部分一定是由市府買單 而優化部分的費用 市長蔣萬安承諾 會請相關局處再與管委會討論 這裡面是郭俊玲 談報鬥